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正在上班的时候,我接了一通陌生电话。 您好,吴小姐吗? 我这里有一套学区房,三室朝阳,双阳台。 这不就是我的梦中情房吗? 仔细便听,猛然响起这声音不就是去年那个临时加价的房东吗? 房东是个波浪卷发,浓妆大红唇,挑眉咪咪眼的中年女人,人称房姐。 我唇角带笑,大驱地开口,这房子好啊,和我心意啊。 房姐得意忘形,那是自然,一年前你救。 房姐的话没说完便及时打住了。 是房姐吧? 您这有的是人排队买的房子,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吗? 我直接拆穿道。 一年前,我对这套房子十分重义。 房姐开出的价格原本就比同小区的价格高。 犹豫的时候,男朋友说18楼是我的幸运数字,极力怂恿我买。 签合同的前一天,房姐临时加价5万。 而这已经是房姐第二次加价了。 在我看完房,表现出对房子满意的时候,房姐就说有人多出5万想买这套房子,第一次提出让我加价5万。 男朋友说夜长梦多,我答应了房姐第一次的加价。 除去首付,再要我拿出一个5万,我是真的没有了。 我先是态度委婉地和房姐说做生意要讲诚信,既然谈好的价格就应该按此执行。 后来我甚至带着祈求的语气和房姐商量。 谁料房姐直接大骂,穷逼,买不起房就直说。 不蒸馒头,也得蒸口气,我当即决定不再购买这套房子。 可男朋友又劝我说现在房价一天比一天高,再不买可能会更高,到时候得不偿失,不如忍一忍,都已经拿了一次5万了,也不差这一个5万了。 再加上这5万,他就涨了10万了。 你说得轻巧,这5万你借给我吧,我有些恼怒地开口。 男朋友一听,立马安慰,匀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钱得留着咱们以后结婚用,我得为我们的将来考虑。 当时的我,愚蠢地吃下男友话的大饼。 无奈之下,我找朋友又借了5万。 只是我没想到,我凑够这第二个5万,去签合同的时候,房姐第三次涨价10万。 这就等于涨了20万了,我没钱了,爱卖不卖吧,这一次我彻底被房姐的行为激怒了。 房姐瞥了一眼我开来的车,你这不还有辆车,把这辆车卖掉怎么也值个10万块钱。 这车是我爸的,是我家唯一的家用车。 我买你的房子是不是要倾家荡产才行?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价,我看你根本就不是诚心卖房子。 我怒斥着房姐,心中尽是不满。 房姐不以为然,我每一次加价你都拿得出来,看来你还是有钱,还是能想出办法来。 我看你也不是诚心买,我有没有钱和她的房价有什么关系? 难道我要主动加价,把自己所有的钱全都奉上,才叫诚心? 房姐悠哉地开口,我这房子卖给你,万一今后房价又涨了,或者有人出更高的价格了呢? 我不就赔了,让你捡大便宜了,我当然要卖个最高价。 我浅笑一声,终于明白,这一次我在掏出钱,房姐依旧不会善罢甘休,她还会继续加价。 她这是把自己的房子当成聚宝盆了。 你怎么知道你的房子不会降价? 我反问道,房姐一听,立马不愿意地伸手指着我大骂,你诅咒谁呢,你个小贱货,你快点呸呸呸,你个乌鸦嘴。 我的房子有的是人排队买,抢手得很,否则你也不会一次次同意我的家价。 感情是她让我捡大便宜了,这便宜我可不敢占了,我不要了。 房姐满脸傲慢,不要了。 你可想好,将来你就是跪下来求我买这房,我都不卖给你。 我想得可太好了。 看你个穷低样,寡妇命,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一辈子也吃不上四个菜。 我吃不吃得上,不用你操心了,但你放心,我准让你吃上最后一个菜。 房姐眉头一皱,什么最后一个菜? 什么意思? 我哼笑一声,没文化就别学人骂人,这最后一道菜是贡品。 你放心,你死后,我准给你上贡。 所谓四道菜,一是婚宴,二是满月酒,三是桑宴,四则是死后的贡品了。 你个小贱蹄子,谁要你给我上贡? 你敢咒我? 看着房姐气得跺脚,我挥挥手,白白了。 决定不买房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男朋友分手。 因为他再一次和我说,让我答应房姐的无礼要求,买下那房子。 我问他,你和房姐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前男友气急败坏的开口,怎么可能? 你别诬陷我,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的将来好。 那借我点钱,我伸出手。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 我知道啊,所以分手吧。 我直接关了车门,任凭前男友敲打我的窗户,一脚油门直接走了。 他除了长了一张嘴乱巴巴,没一点用。 对你好这话,谁不会说? 我可以去借钱,他不可以。 没有实际行动的爱都是虚无缥缈的。 当初前男友说自己从小没父亲,和他妈相依为命,他妈一人打三份工供他读书,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给他买房了。 我为他的不容易而动容,不想我们的感情卡在现实这一步,答应他房子我先交首付买。 他也许诺说将来一定加倍还给我。 我真是信了他的鬼。 婚不结了,买房的事情也搁置了。 我租了一套市中心离公司,进得老破晓,直接拎包入住,每月租金一千五。 一年后,周围便都是房价下跌的消息,出租房里的我更加庆幸自己当初没有买房的决定, 否则一年不到将直接赔二十万。 电话那头房姐尖锐的声音将我拉回来,她态度殷切,好像当初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小吴,你听出来是我了呀。 哎呀,姐这房子跟你有缘,别人想买我都没有卖呢,就等着你呢。 人都不傻,房姐更精明,有高价,她能不卖。 我想,应该是没有哪个冤大头出价比我高了吧。 更何况,现在房价一降再降。 因为没买房,我拿着首付投到股市里,最近股市回暖,走势强劲。 我看着股票账户里,最近翻了几倍的资产,问道,将二十万卖吗? 卖卖卖,房姐激动不已。 我冷笑一声,不买。 你耍我,房姐恼怒。 一年前,你不也是这么耍我的吗? 这叫风水轮流转。 我是看一年前和你的缘分,给你面子才便宜二十万。 你别不识好歹,否则后悔都来不及。 我后悔你个头。 呸,还威胁我了。 我不买你房,是我的自由。 我倒要看看我能后悔什么。 当晚,我出租房的楼上传来阵阵响声, 有凳子摩擦的声音, 还混杂高跟鞋的声音, 以及巨大的音乐声, 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都不停。 我以为只是短暂的, 毕竟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但噪声一直持续了三天, 并且只在晚上出现, 好像有人刻意为之, 就是不想让我睡好觉。 我顶着黑眼圈找上楼去, 对方根本连门都不开, 可那声音依旧不绝于耳。 我崩溃到报警, 可警察来了之后去敲楼上的门。 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我们联系了房东, 房东说那房子根本就没租出去啊。 警察一脸怀疑地看向我, 不可能, 这声音已经持续三天了。 我们警告你, 报假警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警察一脸严肃。 可警察前脚刚一离开, 那声音在后半夜就再次响起来, 吵得我根本无法休息。 这一次我录下了声音, 留作证据。 警察直接在电话里告诉我, 通过手机测量分贝是否超过标准并不准确, 且分贝不超标, 只是频繁出现, 他们也只能够当面提出警告, 就算他们来了, 找不到楼上的人依旧没什么用。 那这意思是我只能忍着。 半夜再次传来响声, 我拿着手机上去, 依旧敲不开楼上的门, 几天没有休息好, 我几乎飘飘然, 下楼却发现锁眼被人恶意堵住了。 开锁公司需要房东证明, 我的身份证也在屋里。 这么晚了, 我也不好意思打扰别人。 而此刻我的手机却响起来, 是我那个一年都不曾联系过的前男友。 我鬼使神差般接起了电话, 云若, 有空出来吃个宵夜吗? 好巧不巧, 半夜三更, 他怎么偏偏这时请我吃宵夜? 女人的直觉,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赴约, 未想指点了两串烤串, 我瞥了一眼那烤串, 你还是这么抠门。 未想解释, 我这不是知道你减肥, 帮你控制饮食吗?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我曾经真的沉溺于 未想一句句地为我好, 比如喝矿泉水比奶茶健康, 比如十公里的路程, 其共享单车比打车更锻炼身体, 比如麻辣烫比火锅营养。 未想就是一个一分钱加屁股沟, 恨不得当自行车骑的人。 我由衷地建议到, 未想活不起可以去死。 未想舔着脸, 笑着迎上来, 云若, 你看你又老了一岁, 女人越带越不值钱, 不如我不计前嫌, 凑合凑合跟你过算了, 房子还是买那套, 咱俩和好如初。 我真是给他脸了。 我指着拐角处的卫生间, 未想, 要不你去趟厕所吧, 毕竟你这嘴这么会喷粪。 回到楼下, 我直接拎着砖头上楼, 准备砸锁进屋睡觉。 我脚不清, 楼上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响子, 事情成了, 给你提成, 你要不帮表姨, 这房子可就砸我手里了。 我下意识转身, 脱了斜下楼, 躲进地下室。 看着那女人的背影, 越发觉得熟悉。 第二天, 我来到附近中介, 最终缩小范围到楼上那户。 您眼光真好, 这套房子好啊, 市中心, 交通便利, 双学区。 那你给房东打个电话, 问问价格吧。 我偷偷描向中介的手机屏幕, 又仔细便听那人的声音, 会心一笑。 房东说了, 这房子您成心要, 八十万, 真是狮子大开口, 周边同面积的也只有六十万而已。 我转身要走, 毕竟我又不是真的要买房, 目的已经达到, 价格可以, 不过我还要考虑一下。 中介正准备追过来的时候, 却被门外的嘈杂吸引。 无良中介, 与人合谋坑我钱财, 害我女儿一失两命。 维权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老人家, 话不能这么说, 我只是个中介, 帮人家把房子挂出来, 至于后续, 你们发生什么事情, 就与我无关了。 再说你女儿的事, 主要是她自己想不开, 跟我一个卖房子的有什么关系, 中介狡诈地开口,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老人泪眼婆娑, 气得双手发抖。 当初给我们介绍这房子的时候, 你说的天花乱坠,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老人家, 说话要讲证据的, 你有录音吗? 我可不记得我说了什么呀。 中介和房产销售都一样, 卖房子的时候吹上天, 出了问题该不承认。 只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管不了其他人的事, 便准备溜至大吉了。 临走前贴了一眼老人制作的告示牌, 上面他女儿的一张照片 吸引了我的注意。 接下来, 我开始完成自己的计划。 第二天, 我便加入中介的购房群, 又买了几包瓜子 混入小区宝妈的情报站, 然后提着凳子和楼下大爷大妈 晒了一个礼拜的太阳。 最后, 我出租房楼上闹鬼这时便传开了。 听说了吗? 五号楼顶楼那家没人住, 一过十二点就出怪声。 鬼哭狼嚎的, 像是有什么冤屈一样。 据说以前有人上过调, 中介还挂上了, 这房子谁敢买呀? 三人成虎, 这是一点梅巴虾, 当天中介就清退了这套房。 而我成功积出了那套房子背后的房东, 房姐。 房姐拦住正要回家的我, 指着我一顿痛骂, 是你四处造谣说我们家的房子死过人, 闹鬼。 我这就撕烂你的嘴, 让你瞎说。 我一把打落房姐伸过来的手, 她一个踉呛往前扑倒在地上。 我后退一步, 跳到人群之中, 指着房姐问道, 你这房子没人租, 也没人住, 天天大半夜有声音, 你说这声音哪里来的呀? 那, 那声音是房姐憋着气, 不知如何解释。 是什么? 难道那半夜的声音是你制造的? 恶意制造造声, 可是要处以拘留15日和罚款2万的处理哦。 我提醒道, 房姐一听立马晋升, 她进退两难, 怎么都不是。 最后只能伸出手指着我, 恶狠狠地道, 你给我等着。 没两天, 我那半死不活的前男友再次出现了, 这一次她直接拿着喇叭站在我家楼下大喊, 云若, 你怎么能把我的孩子打了呢? 我买不起房, 你就这么狠心的吗? 楼下很快就围了很多人, 议论纷纷, 就连我现在的房东都给我打来电话质问我, 你看着老老实实的一个小姑娘, 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啊? 我们租房子有忌讳的, 借死不借生的。 你犯机会了, 我献你一天, 赶紧搬走。 租的房子就这一点坏处, 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人家要你走, 你就得走。 我侧身站在窗前, 看着楼下得意洋洋的未想, 造黄瑶是吧? 让我旧范, 走投无路, 名声败坏, 只能和她结婚, 任她摆布, 跟我玩是吧? 奉陪到底。 我掏出手机打给傅连, 声泪俱下,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我走到楼下, 周围早已经围满了人。 我一下楼, 就听到他们对我议论纷纷, 可无一人斥责魏祥, 在这种事情上, 男女始终是不平等的。 云若, 你怎么能这样? 你不知道女人流产多了, 就没法生孩子了吗? 不过你放心, 以后没人要你, 我要你就是了, 魏祥装的人母狗样, 好像她多么委屈一样。 呸, 我用得着你吗? 看着周围的人群, 我立马流着眼泪娇弱的开口, 魏祥, 你说的是真的吗? 魏祥愣了一下, 立马点头,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了。 不远处, 一辆车停下来, 妇联的人从车上下来, 是你打电话, 请求援助的吧? 我点着头, 她违背我的意愿, 和我发生关系, 让我怀孕, 还不想对我负责任, 周围的人都能作证。 妇联来的是一位大姐, 看到我泪眼婆娑, 立马斥责着魏祥, 你这个男同志, 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违背妇女意愿, 是违法的。 在众人的斥责声中, 魏祥整个人直接梦了, 我, 我没有, 我们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 我哭得更大声起来, 妇联的大姐立马普及, 别说你们之前是男女朋友, 就是婚内, 违背妇女意愿发生关系, 一样违法。 看来这是需要找110来解决一下呀。 魏祥一听, 立马解释, 我没有, 她说婚前不让我碰,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刚才瞎说的。 那你是承认刚才说的话是造谣了? 造谣可一样, 要负法律责任的。 妇联的大姐直接背诵了条例, 公然侮辱他人, 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我, 你, 未想看着妇联的人, 手足无措, 又看向周围的人, 骑虎难下, 不知道应该给谁解释。 最终朝着我跑过来, 云若, 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 才这样的。 我抱着妇联的大姐哭诉, 大姐, 我们两个人还是有感情的, 我可以暂时不追究她造谣, 诽谤我的事情, 但她一直说她爱我, 但她一点诚意都没有, 房子也不买, 财礼也不给。 妇联的人立马安抚着我, 又对着未想开口, 你们也是有感情的, 你一个男人这么造谣, 人家也不对, 你拿出点诚意来, 先给了彩礼, 再买个房子。 至少让人家看到你的诚意啊。 妇联的人拿出一个协议让我签下, 又拿到魏祥跟前, 他无可奈何只能签, 要不然我告他, 造谣这事也跑不了。 可魏祥哪里愿意真的拿十八万彩礼给我? 我和魏祥商讨结婚买房的事情, 我语重心长地开口, 其实你说的话, 我也考虑了, 年龄大了, 的确不好找了, 其实彩礼就是个行事, 给不给也无所谓, 反正我现在靠股票赚了不少钱, 婚前我先全款买了房子, 结了婚你来住就行, 言外之意, 这房子与他无关, 你有钱全款买房, 那要是我给你十八万彩礼呢, 这次轮到魏祥主动提及给彩礼的事情了, 我私存了一下, 那这房子肯定得算我们一人一半, 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啊。 三天后, 魏祥拿着十八万彩礼交给了我, 你永远不能低估人性的贪婪, 还沉浸在美梦之中的魏祥, 不知道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喊魏祥去看新楼盘, 可魏祥话里话外都在引导我买一年前房姐的那套房, 现在那套房都已经便宜了二十万, 我觉得这是个抄底的好机会, 没准将来还能涨价呢, 其实我从朋友那已经获得了一点风声, 原本要落户的小学不来了, 所以那里的房价将来跌得将不止二十万, 我愁愁着, 逐渐认可魏祥的说法, 我觉得你说得对, 不如我们再去看看那套房子, 没问题的话就全款拿下, 魏祥一听我说全款, 来了精神, 云若, 你这一年怎么一下子这么有钱了, 你以前对股票可是一点都不精通的, 有个大师给我指点了一下, 对了, 不如我喊那大师一块去看看那套房子吧, 说着我就喊了大师说要去那套房子给我看看风水, 一年前的那套房子里, 房姐一改往日的嚣张跋扈, 小吴, 我就说这房子和你有缘分的, 大师在房子里转了一圈之后, 冲我使了个眼色, 我和大师在走廊里故意压低了声音叫谈, 大师, 是这房子哪里不行吗? 房东比一年前降价二十万, 我挺满意的, 我故意说着, 却也瞥见了门框那里不小心露出衣服一脚的房姐, 吴小姐, 这房子不行, 不忘你, 你生辰八字不同于常人, 需要置阴之住宅, 也就是所谓的凶宅, 最好是有数字四的房子最佳, 这房子克你, 我啊了一声, 捂着嘴巴, 可是大师, 那凶宅我也不敢住啊, 并非一定要住, 只需在你名下即可, 我谢过大师, 回到房间便拒绝了房姐, 这房子我是相中了, 只是我这一年来的财运和大师的布局息息相关, 要不是大师为我谋划, 我也不会在股市里风生水起, 走了偏财运, 这是我必须得听大师的, 房姐追我到门口, 可我依旧拒绝买这套房子, 我匆忙赶着去送大师, 故意把魏祥和房姐单独留下, 我嘱咐魏祥, 帮我拿着包, 去车里等我, 我去送送大师, 而我包里放了窃听器, 在楼下, 我听到了两个人对话, 祥子, 你可一定得想办法, 让他买表姨这房子啊, 按我们之前说的, 事成之后, 表姨分给你五万, 我会的, 我也想让他买你的房子, 看来魏祥是想吃两边, 一边拿着他表姨给的五万, 一边想分我一半的房子, 而我也终于知道, 他们两个人的真实关系, 无力不起早, 可惜的是,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眼见着我不想买这套房子, 魏祥也做出选择, 半套房产和五万比起来, 孰轻孰众, 显而易见, 见魏祥犹豫, 房姐直接开口威胁, 祥子, 当初那件事可是表姨帮你瞒下的, 你要是不帮表姨, 表姨也不念旧情了, 魏祥的声音显然有些慌乱, 表姨你这是干什么,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会想办法的, 魏祥又提及买房姐房子的事, 可我始终不同意, 半个月后, 房姐打电话联系我, 说要介绍给我一套新房源, 我去看房, 那套房子装修得不错, 一进门, 却能够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这房子是我朋友的, 房东光是装修, 就花了几十万, 要不是出了那种事, 不会这么着急出手, 四楼, 凶宅, 还真是巧, 我从未提过凶宅的事情, 房姐靠着偷听, 了解了我的喜好, 这房子真是忘我呀, 房姐, 这房子就这么定下来吧, 我这里是十八万的定金, 你拿着帮我联系一下房东, 这房子我要定了, 房姐激动地拿着钱, 小吴, 你放心, 这是全都交给姐了, 见我满意, 房姐直接开出八十八万的价格, 而这套房子凶宅的特殊性质, 市场价格顶多四十万, 但我一点都没还价, 毕竟她就是开出八百八十万, 也无所谓, 房姐忙碌起来, 几天后, 我接到一通电话, 沧桑的声音满是疲倦, 云若, 谢谢你, 房子卖了, 我已经收到房款五十万了, 以后我就离开这个地方了, 我点点头, 试者已去, 活着的人好好过, 就是对她最好的告慰, 你放心, 坏人都会受到惩罚的, 我故意要她给房姐开出高于市场的价格, 房姐却一口答应了, 因为这套房子她五十万买来, 八十八万就要转手卖给我, 她想着净赚三十八万的美式呢, 房姐迫不及待地找我签合同, 我约房姐去泡温泉, 我们两个人赤诚相对, 确保不被录音, 临签合同前, 我突然停下笔来, 房姐, 这房子真是凶宅吗? 我特意寻找凶宅, 要是花钱买了一套不是凶宅的房子, 可怎么办呢? 房姐和我打着包票, 你放心, 绝对是凶宅, 怨气很重的那种, 就是有些世界不好全都跟你说, 我摇摇头, 那我还真要考虑考虑了, 凡是总要讲证据的呀, 正好我男朋友魏祥这段时间, 给我看了一套凶宅, 我觉得挺不错的, 我再去看看那套吧, 房姐一听我的话, 立马乍毛斑起身, 你说谁? 魏祥, 他给你找了一套凶宅, 他怎么能这么做? 为什么不能? 我还答应他, 事成之后给他十万块呢, 房姐一听我的话, 更加气愤了, 能不气愤吗? 他以为他的好外甥倒戈了, 你等着, 我给你找证据, 我拿着证据, 签下了合同, 合同里没有一条提及凶宅的事情, 很好, 你看钱什么时候给我? 我挥舞着合同, 合同都签了, 定金都付了, 您怕什么? 最近股市走势好, 我在赚点, 就给您一次性付齐, 好好好, 房姐乐得开花, 别人头疼的凶宅, 他拿来赚了一番, 能不高兴, 只是美梦早晚会破碎, 最近魏祥总是四处看房, 看的房无一例外都是新房, 和他表姨房姐没一点关系, 看来魏祥也是想和他的表姨撇开关系了, 而我每天沉溺于股市, 时不时给他炫耀股票账户余额, 云若,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买的都是涨停的股票, 你怎么这么神? 嗨, 都是大师给我算的数字, 按照数字代号去买, 都是涨停。 魏祥怎么会知道, 软件截图是假的, 而他也没有注意到我只能在第二天, 给他看前一天的涨停股票, 却从来没有在当天告诉过他, 当日可以涨停的股票。 魏祥终于按捺不住了, 云若, 不如你带着我玩股票吧。 嗨, 我们将来结婚, 我的不就是你的? 云若, 话是这么说, 可我不是也想靠自己赚点钱吗? 不如你先把那十八万的彩礼给我, 我一脸为难。 我最近这么旺的原因, 就是我按照大师的指点, 买下了那套凶宅, 你的钱付定金了, 剩下的钱, 我都放股市里了。 你是说, 你要从我表姨手里买一套凶宅, 魏祥情急之下开口。 什么表姨? 没, 没什么? 可魏祥肉眼可见的,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魏祥避开我去给他表姨打电话, 怒斥道, 你既然卖了那套凶宅, 就该把提成给我。 关你屁事, 这是我自己促成的生意, 没你我也一样, 能做成这笔生意。 不过也多亏了你了, 否则那套房子也成不了凶宅。 别忘了我手里有你的证据, 你最好乖乖的, 否则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魏祥在他表姨那里吃了瘪。 我的手机接到借款公司的电话, 原本想挂掉, 突然想起什么, 我给你们提供个客户吧。 几天后, 魏祥拿着一笔钱找我投资股票。 看涨不好看, 可是看跌会更容易一点。 我精心为他选择了一只断头闸刀K线的股票。 不出意外, 半个月后, 这只股票跌得惨不忍睹, 魏祥更是倾家荡产。 眼见着借款日期就要到了, 魏祥被逼得走投无路。 魏祥找我要彩礼钱还钱, 可那十八万也早已经是杯水车薪。 魏祥此时欠下的利滚利, 已经高达八十万。 我告诉他, 那十八万全都去买那套凶宅了, 我也想帮他, 那就要看他表姨房姐 肯不肯把定金退回来给他应急了。 毫无意外地, 魏祥被他表姨房姐轰了出来。 那十八万又不是你给我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欠钱凭什么来找我要? 房姐身后站着两个壮硕的男人, 毕竟我前一天就通知了他魏祥要去找他这件事。 几个大兽毫不留情地给魏祥一顿揍, 打得他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 脸肿得像个猪头。 房姐踩着魏祥的手, 趾高气扬, 再敢找是弄死你。 魏祥一把拽住房姐的腿, 猛地一用力将房姐掀翻过去, 房姐的脑袋朝下 哐当一声砸了下去。 给我打, 吵死礼奏, 房姐恼怒地叫嚣着。 我赶来的时候, 正巧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 魏祥嘴里面不停喊着, 你以为白甜甜的事情, 你脱得了干系吗? 那套房, 可是你我合谋让白甜甜买的。 你个无耻的昏托, 废话什么? 不是你去欺骗白甜甜的感情, 她能高价买我的房。 再说, 那套房我给你提成了。 至于白甜甜的死, 是她心理素质差, 想不开, 房姐无耻地开口。 两个人的对话, 牵出了他们曾经干过的 一系列的肮脏勾当。 魏祥看到我的时候, 躺在地上十分虚弱, 无云弱, 你害死我了, 为什么我的股票全都跌了? 你怎么还能好好地站在这里? 因为我见好就收, 我早已经将自己所有的钱 都撤出股市了。 不可能, 你账户里的钱 和你选的那些股票 明明都是涨停的呀。 我冷笑着鄙视她, 你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我什么时候给说过 当天涨停的股票? 至于那个账户是个虚拟炒股软件, 别说一百万, 想要一个亿随便输入就是了。 魏祥恼羞成怒, 怒目圆瞪, 他用尽全部的力气朝着我冲过来, 却被后面冲进来的帽子叔叔一把按在地上。 你涉嫌昏托诈骗, 跟我们走。 房姐见状, 准备溜之大吉, 却以同伙的罪名一同被带走了。 我将电话打给白甜甜的父亲, 叔叔, 魏祥被抓了, 由于数额较大, 或许会被判处十年。 仅仅十年嘛, 电话里白甜甜父亲的声音落寞, 可甜甜却再也回不来了。 我知道她的意思, 可白甜甜不是魏祥直接杀害的, 所以她没法被判处死刑。 可情感才是杀人于无形的东西啊。 云若, 你是个好孩子, 不枉费甜甜和你同学一场。 叔叔, 你保重。 那边挂断电话前, 白甜甜的父亲最后问我, 这世界真的有公道可言吗? 我无法回答他, 白甜甜单纯善良, 没有恋爱经历, 被魏祥的糖衣炮弹欺骗, 以为遇到了真爱, 死心塌地。 魏祥在法庭上被提起公诉, 她如实交代了 她在网上专门报班, 学习了铺的知识, 系统地掌握了 如何精神控制女孩的方法。 魏祥借着和白甜甜结婚的名义, 诱骗白甜甜 全家掏空钱包, 高价买下房姐的房子, 从中抽取提成, 眼看着白甜甜身上没有油水、 渴炸的情况下, 她一脚踹了白甜甜。 而此时的白甜甜已经怀孕, 由于接受不了魏祥的冷漠绝情, 想不开, 烧炭死在了那套房子里。 那天在中介那里, 我一眼认出了照片上的人是白甜甜, 我们初中时候曾是好朋友。 我永远忘不了, 她帮我用校服遮挡住裤子后面渗出的月经血, 她温暖善良, 甜美的笑容, 人如其名。 后来她在社交软件上和我道别, 说她找了一个男朋友, 可我却从未见过她的男朋友, 她说她男朋友希望她眼里只有他, 所以不希望她有其他的社交。 所以她要删掉自己所有的好友。 而这也不过是魏祥对她进行精神控制的方法而已。 可我万万想不到, 魏祥后来竟然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再来骗我。 我无法想象魏祥会不会是在白甜甜那里 曾经获取过我的某些信息, 早就将我作为了目标。 但幸运的是, 我并没有完全上当。 几天后, 我走在街上, 房姐拦住了我的去路。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意外地看向她, 她作为同伙, 怎么会相安无事地站在这里? 房姐一脸得意,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请了律师为我辩护,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我和魏祥是同伙, 我自然没事。 之前房姐为了向我证明 那套房子确实是凶宅, 把魏祥和她当时 合谋欺骗白甜甜的电话录音 全都给我听了。 其中一条录音, 甚至是魏祥大言不惭地 说白甜甜心里太脆弱, 这么点小事就想不开, 真是活该。 所有的录音中, 房姐很聪明地避开了自己的责任, 好似所有的计划 都是魏祥一手完成了一样, 将自己择了个干净。 房姐拿出一份合同, 吴云若, 你最好乖乖地 把那套凶宅的尾款给我, 否则我就拿着这份合同 告你拒不履行合同, 让法院强制执行。 我淡然地看向她, 那套房子你应该花了五十万吧? 可现在那套房子 怕是二十万都卖不了, 等于砸在手里了对吗? 你想我按照八十八万 把房子买过来? 当然了, 房姐傲慢地开口, 以为握着合同就万事大吉。 不给, 我冲着房姐做了个鬼脸, 略略略。 那你就等着我去法院告你吧, 房姐叫嚣着, 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我无嘴轻笑, 抬谋对上房姐那怒不可遏的目光, 我什么时候说要买凶宅? 有证据吗? 买凶宅这是可是你偷听来的, 合同里也没有写明, 我可不知道这房子是凶宅啊, 你这是欺诈行为, 故意隐瞒房子信息, 我可以主张撤销合同, 合同无效, 这就是一张废纸而已。 房姐一瞬间目瞪口呆地看向我, 没想到我在这里等着她呢。 房姐翻看着合同, 最终手垂落下去, 你, 你算计我, 是你自己算计了你自己, 聪明反背聪明物而已。 房姐买这套房花了五十万, 其中十八万是未降的, 而那十八万正是当初房姐 卖给白甜甜那套房子 所获得的提成。 钱, 也不过是物归原主了而已, 只可惜白甜甜已经不在了。 房姐的三套房子 一套真正的凶宅卖出去 又回到自己手中, 一套制造造声, 自作自受变成了所谓的凶宅。 而最后, 一套我当初看上的梦中情房 也因为学区规划的改变而骤然降价, 现在挂在中介公司, 根本无人问津。 房姐的电话响起来, 电话那边吼道, 你最好早点把欠的钱补上, 否则我们有权用你抵押的房子来还钱。 原来房姐为了买那套凶宅的时候 就已经去借了钱, 本以为能立马转手给我将钱补上, 却不料出了意外, 而这一次她深陷淋雨, 又借钱支付了高额的律师费。 想用房子快速贷款, 银行的一系列手续下来, 怕是黄花菜都凉透了, 房姐就只能去找民间借贷, 利滚利。 现在房姐一屁股债务, 两手空空, 没有现金, 只有那卖也卖不出去的房子。 房姐突然抱住我的胳膊, 带着祈求的语气, 小吴,之前都是我不对, 你不是一直喜欢我的那套双阳台的房子吗? 我在给你便宜二十万怎么样? 你现在入手绝对不亏, 你和卫祥好歹也相爱过一场, 我是他表姨, 也就是等于你表姨, 你救救我, 我以后翻了身,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表姨, 我目瞪口呆, 房姐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 这都能套上关系。 我跟卫祥都没关系, 还能跟你套上关系, 需要多少钱? 我烧给你好不好? 表姨, 因为欠债, 房姐的另外两套房子被人收走抵债, 唯独只剩下了白甜甜的那套凶宅。 房姐无可奈何之下重新住进了那套房子, 可小区的人却说她每天精神违靡, 逢人就说有人要害死她, 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孩, 就给人家下跪磕头道歉。 她一边跑一边喊着, 对不起, 不关我的事, 不是我害死你的, 你不要来找我。 房姐似乎失去了理智, 越发变得疯癫起来, 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吃, 温度零下的晚上寒风刺骨, 无可奈何又只能回到那套凶宅里。 住了半年之后, 房姐面色苍白, 鼻子时常流血, 社区的人将她带走, 诊断出了她竟然患上了急性白血病。 这病有钱或许还能治, 可房姐手里的房子根本没人买。 医生询问她最近有没有居住过刚装修过的房子, 尤其是那种串串房。 原来当初房姐为了将房子高价卖给白甜甜, 给了卫祥一笔钱让她去装修房子, 可卫祥用了最劣质的材料, 装出了一套串串房, 全屋的甲醛都严重超标。 这是房姐全然不知, 而如今因果报应。 他们当初做的恶, 全都报应到了自己的身上。 一个月后, 房姐惨死在她的房子里, 尸体发臭, 才被人发现。 房姐靠炒房谋生, 赚取差价, 却不成想到死她的房, 也无法快速变现, 就她的性命。 卫祥最终被判了十年, 可她却死在了狱中。 白甜甜的父亲将房款全都打给了我, 她捅伤了当初的那个无良中介, 被关进了和卫祥同一所监狱。 她在监狱里将指甲流长, 又在石头上将指甲磨出锋利尖锐的形状, 她每天弯着腰拳缩着身子, 没有人注意过这个老人。 直到她趁着卫祥熟睡的时候, 将指甲插进了卫祥脖子的动脉, 她的手狠狠地刺入, 看着卫祥喷涌而出的鲜血, 她笑着说, 这世间的公道我自己来寻。 我依旧租住着房子, 用白甜甜父亲留下的钱, 开了一家旅馆, 留出一个房间, 给那些在这个城市落脚, 无家可归的有困难的人居住。 我偶尔心血来潮, 便去往另外的一个城市住一段日子, 感受不同城市的风光。 有时候房子是港湾, 有时候它却也束缚着我们, 让我们错失了身边美好的光景。 人生除了房子, 还有梦想, 有诗和远方。 别让房子绑架了生活, 榨干了人生。